那这个呢是我们搞实验养的一批蓝莓 像养蓝莓的话 我们最多的就知道什么酸碱度的问题 它血酸啊 用什么调节酸碱度 你像老花一也卖啊 也就是说翻黑水 它是可以调节一下 突然的酸碱度 但是治标不治本啊 你就是 你浇的水解决不了 你用什么东西都是白虾 你就打个比方说吧 咱们比方说 老花一呢 比方说老是得一些胃炎或者肠炎之类的 你天天给我吃药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每天喝的那个水很脏 是不是你 吃药也等于白吃啊 所以说你要从根源上度几瓦 那这边就是了 这个就是老花一花重金 安了一套滤水设备 花了两万多啊 就是它可以净化水 能达到饮用级别 就是把那种多余的水碱啊 全部过滤掉了 这话说老花一那你怎么 你记住了 你浇水这一块啊 用纯净水它也有缺点 有的话听完就跑 听完就跑 你就要知道啊 老花一用的这个土啊 它里面是有腐质质 有微量元素的 很多的话 有用泥土或者是沙土的 你用纯净水来浇花 要擀得很快的 我跟你话什么意思说 你用泥土和沙土 尽量的用沸飞 尽量的接一些雨水 尽量用化粪池里面的水 那种它发酵降解之后 那个水它很温和 它可以给植物带来很丰厚的营养 如果说你像我们大棚里面 你像这些蓝莓 我们用的都是营养土 都是所谓的进口泥碳 加的火山盐 你再用这些个沸水的话 就不行了 它有很多的杂菌 相互之间的它会不好 因为你泥土或者是沙土 它不存在杂菌什么的 你浇什么菌 它就什么菌 明白了吗 所以说你一定要盖在这个点 繁肥水虽然说是好 它能调节土氧酸减度 根源上的问题 你也要解决日常的时候 多备一些雨水 是泥土或者沙土的 花粪池里边的水 营养土的尽量的 纯净水或者雨水 好了能帮助到你 记得点个关注 我是老花一 眼花脆转移 白了抽包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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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